大家好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餅乾盒的畫法 那餅乾盒它基本上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一個立方體的一個造型 那我們開始那個 鋼筆的線條 那像我們拉這個長的線條啊 一次就把它拉到定位 那中間算會有一點點 並不是非常直的 就是說不是像用尺拉的那樣的一個效果 但是其實有一點點的凹凸 它其實會比較有趣味啦 比較有變化 那在拉線條的過程 其實你的手是要跟著筆移動的 要不然你如果這樣 手壓在這個紙上的話 其實你沒有辦法拉比較長的線條 這樣我們這個立方體的線條就框好了 那再畫它的側邊 然後這地方我先來寫它的oreal這四個字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巧克力的 然後再來就是寫這個字的時候啊 其實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 透視的關係 所謂透視的關係就是 因為大家可以感覺到 這個面它是一個傾斜的狀態嘛 所以我們寫這個字的時候 你不能把它寫成是平的 寫的是平的 這樣它這個字跟這個板子 跟這個平面它就沒有黏在一起啦 它會分開 所以你在畫這個字的時候 你要稍微想像一下這個字是 連在 這個平面上面的 所以 要怎麼讓它黏在這個平面上面 其實就是 你在畫的時候 例如說 這個地方 例如說這個1 你不可能寫成這樣 你寫成這樣的話 跟這個平面就沒有關係啦 它一定是有個傾斜度 然後這個傾斜度是跟這個 跟這個平面傾斜度是一樣的 這樣它才會有黏在這個平面上面的感覺 這個部分蠻重要的 就是 之後我們如果有機會畫到 招牌啊什麼等等 其實這個 這個部分都要注意到 這樣才會讓你的字 有 有機會是黏在那個平面上面的感覺 這邊有個 它的餅乾 大家會發現說我在畫的時候 我其實會稍微故意把那個東西 原來我們看到的東西 做一點扭曲 但會做扭曲並不是說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把它畫得 很準確 而是 其實做一點 這樣的一個變化 會讓它產生一個趣味啦 所以 我一直希望大家 之後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很多人一定會說 我很怕畫錯 我用鋼筆很怕畫錯 但是其實 大家不要太怕 所謂的畫錯 有一些 錯誤或者是 跟原來不一樣的那樣的線條 不準確的線條 其實是有趣的 這邊也有一個 它側邊的那個oreal 那這個地方跟剛剛這邊講的一樣 我在寫這個字的時候 一樣要稍微想像一下 它這個字 是 黏在 這個平面上面的 所以剛剛講到嘛 我寫這個E 不能寫直的 一定要寫有點寫 跟這個是 跟這個透視 跟這個平面是 平行的 那我寫這個R的時候 就是會考慮到它這個 這個面 的角度 你這樣才會覺得說這個字是黏在那個平面上面 那我通常畫完的時候 我線條畫完的時候 我有些比較暗的地方 我會稍微用 用這樣的方式 點一下 製造它的 這整個線條的一個節奏感 然後這個凹進去的這個地方 也會有點像是它某個 比較深陷下去的一個 一個凹面吧 好這就完成我們 這個餅乾盒的線稿的部分了 大家可以試看看